欢迎大家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维港外望 我是林冀 刚刚这个礼拜这个特首很不空 不是常常说反对派 又或者不知道什么派 以前就说民主派 常常在批评这个政府 然后有什么煽动仇恨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 有些传媒就会被人指控 但很对不起 现在全部都是唯威为自己有 是自己有的报纸 居然去爆特首了 为什么呢 为了什么 这个前民政事务局的常任秘书长 杨立门要去爆特首 爆特首了 原来就是为了防疫的问题 上星期大家都很关注 就是港区人大那位红维文的生日party 搞到这个民政事务局局长 这个徐英伟 就被人揭发 搞到要隔离一身矮 最后这个所谓百多人的party 越揭越多人 最后有222人 200多人开party 当然之前说到要加强检控执法 那位徐英伟被人揭发一年前说的那些说话 当然是一身矮 包括林郑也对她很失望 但对完她很失望之后 一位前民政事务局的常秘 居然投稿这个南华早报 就说特首你也是 就说揭发她在之前 就去这个婚姻的一个宴会上 有没有违反这个对官员的要求呢 这个当然整件事大家就吃了花生 很多香港市民就说什么事呢 又搞权斗 为什么无端端整个人在自己斗自己呢 当然对于绝大部分香港市民来说 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 谁不守规矩都不对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当然整件事就非常荒诞 变成了无端端自己在那里批斗 然后就由自己去爆自己的料 林郑如何回复杨立门呢 就说当时她出席这个婚宴的时候 即是十月之前的时候的事 就不是说有这个Omicron在香港的时候 就不是一月份 即是不是十月尾 已经去到有这个Omicron病毒 进来香港之后的事情了 所以是之前去 而另一个她没有说出口 而我们会去 作为一个普通人去看法的就是 你出席一个婚宴和出席一个生日会 其实真的有一个明显的分别 意思就是说 结婚 通常是一生人一次 有些人会多过一次 但是也不会说 喂不是啊 今年结一结 明年又结一结 就是你离婚也要有手续和有时间 所以你没可能就是年年离婚一次 然后结一次分 所以你说 如果你是一些结婚的人生大事 又或者是其他的大事 就是生来死别那些 那些大家都可以比较上是理解和通融一点 但是你生日派对 你为什么呢 你看到杨立门的所谓的论则 就是攻击特首 这个时候就会说 我们在这时候 不是特首都有些道理的 意思第一就是 他本身不是去一个 本身是一个恶化了 Omicron来香港的时候 当然就更加差了 但另一个就是 他在一个分宴的场所 就不是一个生日派对 所以相对地 那些人是理解了 但另一个更加 大家会问的问题就在 就算你有没有这两点的时候 特首你本身是之前的时候 有没有指令和order 是不想是不应该这样做呢 当然也有些传媒 又不是我们说的 又是一些所谓 亲政府传媒自己在这揭的 就说这个什么厂商会的 不知道什么的 又说又跟特首选举的选委 有关系的 其实可能三不识七 真的纯粹是因为选委的子女结婚 然后又说去贺礼 那是不是又真是 不是很应该 就是不是很熟 你就不要去啦 我不知道这些是你自己 亲政府的传媒在那里吹那种风 完全是你们自己吹的 特首你们自己 就和你那些选委 和你那些亲政府传媒 就自己拆掉它了 但是退后一万步来说 你说整件事件 你说出席婚 现在大家都觉得是可以理解 和你Omicron本身 未来香港之前的时候的态度 和你离来之后的态度 是有两个不同的态度 这个都可以理解 这个特首的argument 我们这个时候要承认 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整件事 为什么会连我们 现在在帮特首 在说话 而到着亲政府的传媒 在攻击特首 整件事是不是很荒诞 意思就是你平时经常指控 我们什么都在反什么反物 然后回头 是你自己有在态度你自己 自己在态度特首 那谁在态度特首 在仇恨政府 是不是建不建制派 整件事就是非常好笑 以及最令到市民 从一个市民角度来说 谁违反这些限聚 而搞到病毒扩散 都肯定是不对的 对吧 你说无论是国泰国基斯 一开始不对 然后你这帮人 开生日party 都会出事不对 问题就是看谁都不对 但问题是谁不对之后 逻辑就是这样计算的 不对之余是道理上 有没有情理上的东西 我们可以同情 你好像说国泰机师 我们看过有关很多 那些空运的报告 以及他们隔离的政策 全世界第二紧 只是武特陆这么紧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然后机师说很惨 现在不是说一头半个月 是说两年多的疫情 已经两年多的疫情 然后你全门的封锁之下 不停地隔离 是人都疯了 意思就是你不是只说 你平时自己叫你不知几天 然后自己一家人 聚在一起 那么你也起码一家人 现在你说的那些 所谓航空业界的人士 他们是这样飞飞完 见不到朋友 见不到亲人 然后只是一位工作 然后一位隔离 除了工作就是隔离 然后是没有任何其他的 即是连见人都要偷偷地见 以及非常有限制地去见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是一个人道灾难 你这个政府是要做些事情 好像林郑你要去这个分宴场所一样 你都应该要帮一下 就是说那些业界去想 就是说如果譬如说要见亲友 如何安排亲友 有些特别的安排 去令到和航空业界有个特别的 在隔离情况之下 大家互相安全之下 可能亲友也有一个隔离 然后他们又怎么可以去见 有个特殊的安排 政府是要做这些事情 你做不到这些事情 然后一味就是说之前有些漏洞 现在就说最坏都是他们 就是为例 以及还有这些漏洞 以及未来 就是说我们要更加去严格执行的时候 就是到时空运就没有了 意思是有些很紧急的空运 一些贵价食材全部都要加价 以及更加能运来香港 因为全部的空运会停止 然后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非常受到动摇 因为你这样去搞就会有这样的限制 特首自己都知道 所以问题就是这里 我们如果要讲道理 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防线 就不是只有第一重防线 是有第一重防线 第二重防线 第三重防线 就像你手承辞一样 你以前看很多有关于战争片 也好什么 一定会被人突破 某些这样的战场的位置 最好当然不要被他突破 突破完之后 你的第二度第三度防线是什么呢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你要有限聚令 你要有其他有关于 比如你要安心出行 你本身最后背后的逻辑 就算第一度防线被人突破了 也不会第一时间 全面去扩散 以及尽量一进来 就算攻进入病毒 我们要倒截他 这个就是政府的一个逻辑 所以当你阳立门 这样指控特首 然后你特首又再讲一个问题 最基本的就是 你们这些权贵 究竟有没有 真的放这些限聚等等 在眼内 我们小市民 就经常被你说 又说谁不用什么 然后这些人 就违反这个限聚令 那些人就罚五千元 小市民就很穷 那些人就被你罚五千 就很重的 你们这些人 大把钱 钱就大把 然后搞这些事情出来 还要是不认错 转过头再去读灰读背脊 就是读特首 虽然我们都说 特首你有没有些东西 是做得不好 很多人都很不喜欢林郑月娥的 但是在限聚问题上 的道理上 你有什么理由 你们这些人自己搞祸金 然后转过头 爆完大祸之后 特首认真地处理 只有这么多的 之后还要赶回特首 你说这些是 你问回是不是 你经常叫西环 那些去说 究竟这帮什么人 香港这帮保皇党 厉害是吧 平时你说建制派去保皇 就是去保卫 这个政府工作的角色 然后他们来做炮灰 然后政府去保卫政府 现在倒转 整帮本来应该做炮灰的保皇党 就在那里阻止政府 然后政府自己给那些保皇党阻止 就在那里替死 整件事情是荒诞到不得了 你政府以及你整个制度之下 你不是应该是很有制度地去做这些事情 你哪些人做了事就去背锅了 对不起 你现在看到的摆到明是一个权斗 意思就是你原本应该要去负责任去做一些事情 这个政府只不过跟着一些程序要做重要 其实很多市民很不满意 你说去什么调查 调查多久啊要 什么十四个镜头没有一个开着 然后整帮人全部又不知道是谁 到现在查来查去整个几周到现在都没拍 你追其他那些民主派的 你追得这么快 追得这么狠 现在你自己有的 全部好像没有件事 在碳盲版 那些市民是非常之不满的 你不满缘 还要回到现在 整帮权贵 就是这样去辩护 你看到阳立门那种辩护 不是啊 当晚有无数万现在举行 原来在限聚令之下 你这帮高官 很容易事跟大家说 这两年来不断呼吁 叫我们香港市民减少非必要的聚会 减少一些非必要的应酬 你们自己就无数个晚宴在那里举行 这个不合情 你不要想起别人的那些 比如人家要结婚的那些 那些结婚的 人家要搞晚宴已经是非常多的限制 那些就没得给了 如果你说给我们听 原来还有无数个晚宴在权贵之间 继续是又搞不是又搞 是搞生日party都要继续搞 现在你不是小朋友 人家得一生一次 然后只有三岁 哎呀 很难得我们要搞生日party 那些都没得搞 你现在搞几十岁人 要开个200多人的生日party 做什么呀 是不是 你是不是老人家 最后一次搞 不是的嘛 你现在什么事情 所以看回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写完这些文章 你说谁多高兴 我们市民看完这些说话 整件事是荒诞到没有人有 整个保皇党本身 不单只起不了 一个保护你政府的角色 到过头还要 是对政府 就是说政府执法太严 那你这个政府还有什么 订棋给这帮保皇党 那堆完之后 堆完之后 其实我真的告诉大家 现在有两套法律 你这帮权贵 喜欢做什么都可以 喜欢继续违反限聚令 是没有人来的 我们小市民 就什么都要限制 都少一次机的罚五千元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分别 现在你的政府 其他东西我也不说 只是一个最基本的防疫 和民生问题上 尤其是对这个防疫 和民生问题 你连大陆那边 足足那么紧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你试试如果是其他大陆 那些官方领导人 搞这样的东西 跟着西安那些 就追到他瘦 追到他下台 客观事实就是这样 哪个搞祸 哪个死 现在的情况 是到了这个地步 当然 还有没有例 我们不知道 但是基本盘 是一个这样的盘 现在倒回香港也是 现在整个这样的东西 还要这个防疫 搞到这样的权斗 所以这个权斗本身 就会去到最后 大家看到 原来是这么有趣的 就是我们香港 之前就常说 有民主派在那的时候 就说 这样那样 就全部你们去 逗就赖了外国势力 去到最后 现在你看回 你们自己人 全部一清一色 你自己搞了 居然搞成这样的东西 都还要弄些这么糟糕的东西 也更加清楚 就是因为现在没有监察 就想着没有事 做什么都没有人理 做什么都没有人去监察 结果自己就在那里 对自己 有谁想到的 前高官 走去 反过来 走去 对自己的特首 整件事情是荒诞到大 但问题就是 其实已经去到这个田地了 一种这样的做法 更加大家真的烬到辣 你继续写这些文章的时候 那个洋立门那些 就是说 无数的晚间的宴会 宴会打开了口罩吃饭 就可以无数过这么多个 这些小市民 在公园里见面 超过四个人又说 这些是违反限聚令 什么的所有集会 游行全部都禁了 就是违反限聚令 鬼位就五千元 你说大家市民 对于这种这样的执法标准 对于这样的双重标准 会不会心服口服呢? 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继续整天把问题 说到我们不要说政治 只是说一些民生问题 这些最基本的 你制定一个政策 你如何令政策 能够公平地执行 然后公平地执行 便少些民愿 政府很简单的事情 连一个抗疫 我们经常都说 其他事情都不要说 正在抗疫的时候 做一些最基本的事情 开小些party 搞小些事情 你都可以搞到一锅金的 然后自己在鬼打鬼 在那儿斗自己 你说个保皇党像什么 你说个建制派 是不是像什么 你自己心肢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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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心肢肚明